民眾享受餐桌上的佳肴 但往下一看 餐桌下的魚也在享受 他們的人嚼大餐 这是印尼日热市一家餐厅 推出的鱼足療服务 老板努爾把餐厅地板打掉 换成水池 家境会吃脚上死皮的红色尼罗鱼 让客人享用佳肴之余 也能享受去嚼直 有些比较比较比较 就像汽笠的鱼竿 所以就像汽笠的鱼竿 所以有些有的 有些人在鱼竿 鱼竿的鱼竿 鱼竿的鱼竿有很有趣 这里是饭跟鱼之下 它是很有趣 尤其在在广州的鱼竿 我没有找到这些地方 老板这与众不同的开店创意 来自于他的父亲建议他开露天餐厅 于是老板临机一栋 引进七千多条小鱼开设鱼足了餐厅 餐厅开幕后大受欢迎 不少人慕名而来 渔族聊虽广受欢迎 但也因卫生问题和涉及虐待动物 引发争议 被一些北美和欧洲城市禁止 无论如何这类创意餐厅 还是会吸引喜好新奇的民众上门消费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